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欸有沒有覺得藍也安平很超值 這個這個鬼屋嚇一跳 然後給他399 我們都不用120 一定要玩到底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笑 妹妹有沒有笑到了 沒有 沒有沒有 你是不病的 來真是 好啦我們要暖和我解釋了 好 有沒有沒有有嚇到的舉手 感覺 啊沒有 我反正說有嚇到的舉手 便利抱兵 壓壓緊 哈都沒有人嚇到 好,非常好 這個時候呢,我們拿出一根芒芒的麵團 放在桌面上正中央的地方 好,這個時候呢 檢查一下你的麵團FOCAL是不是彈開了 彈開了的話呢,沒關係,把它捏緊就好 好,捏緊 捏緊以後呢,這個時候 我們要把它壓扁 輕輕地用剛剛壓扁的手壓扁 咻! 壓一下 可是壓多大都不知道對不對 沒關係,拿出你的乾麵團比一比看就知道了 跟乾麵團比,有沒有比乾麵團還大嗎? 有,有就糟了 沒有了,有才對 好,有才對 來,這個時候呢 一樣好,比它大或一樣大之後 這個時候把你的棍子拿起來 就像雷神索爾一樣這樣啊 對,千萬不要像全民超人喔 因為全民超人是酒會 然後拿酒瓶這樣這樣拿 所以我們要拿細的 我們要拿細的喔 不是拿粗的喔 好,接下來把你的麵團打痕 不是麵團打痕 感麵困打痕 呵呵呵呵 打痕 好,慢慢的放在我們的麵團中間 好,放著 放著之後呢 同學,手離開你的感麵困 對,要放麵團中間喔 好,放麵團中間 好,放麵團中間 手離開感麵困 你的手要拿一樣東西 這樣東西是你先拿 可能會後悔 這一張紙呢 這是烤彈紙 也叫烘焙紙 這個呢 是要放乾好的餅 上面有寫字 你怎麼拿 左邊的拿左 中間的拿中 右邊的拿右 這一張紙你拿對的話 就可以保證你的餅 能回到你的位置上 所以你不只是要看左、中、右 你不要看一下你的桌號有沒有一樣 第三排的第一桌就是三字音 離子被推 看一下 你的桌號跟你的紙有沒有一樣 或不一樣 好,那你是左邊就拿左 中間就拿中 右邊就拿右 好,那你一桌四位的 我們都有補紙給你嘛 所以也沒關係 不用怕 而且一家人的話 那更不用怕 你要看得出來嗎 好 非常好 接下來 同學 指 往前推到底 放在最前面 那是放餅 不是擀餅用的 好 接下來呢 我要教各位來擀餅 我會先做示範 你只能看 不能跟著做 跟著做就好跑喔 首先 我會先把手 放在擀面盔上 輕輕地把面盤中間 擀薄 擀個五、六、下 三、四、五 擀個五、六、下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呢 發現還是有人在偷跑 啊 兩包 趕快偷走 不能偷跑 來 看一下 中間很薄 尾端很薄對不對 這個時候 那裡後 擀哪裡 可是呢 又跟著口訣一起來喔 就是棍子 放中間開始 往前擀 拿起來 放回中間 往後擀 拿起來再放回中間 往前 每一次都要拿起來 放中間 為什麼 你如果都沒有拿起來 你像洗衣服一樣 咻咻咻咻 咻久了 你的餅就不見了 因為它會黏起來 黏在擀面盔上 好 就不見了 好不好 那我們不用讓餅黏起來 好 現在呢 擀得夠長 就可以拿起來囉 怎麼樣要夠長 不知道 拿紙叮叮看就知道 跟紙一樣長 就可以拿起來囉 可是同學 請注意 請注意 尤其是通話的同學 是拿紙的短片喔 你不要給我拿紙的長邊 你拿長邊 我就拿你屁股 好不好 來 接下來怎麼拿餅 最難喔 選一邊比較不會破的 輕輕的把餅撕起來 空一空 筆個剪刀 把你的餅夾起來 夾起來之後 放在哪裡 放在烤盤紙的這邊邊 哪裡先貼會最好呢 我建議頭的地方先貼 頭的地方貼下去的時候 你貼 對不對 對 餅的頭啦 怎麼會是你的頭 沒關係 他還沒睡醒喔 來 餅的頭先貼 慢慢拉 慢慢秧 慢慢拉 好 這樣子就是一片標準的餅餅 可是 這一片 非常簡單 會讓你想要偷跑了 可是很抱歉喔 最難的在第二片 所以請你看喔 為什麼第二片最難 這張只要放幾片餅乾 第二片 所以第二片餅的距離 決定一切 怎麼說 要放得夠靠近 可是曾經我遇到小弟弟 不知道什麼叫靠近 要去說夢幻老師 要多靠近 我不知道 我想要很久 啊至少告訴他 就像是你爸爸媽媽 晚上睡覺的時候一樣靠近 結果那個弟弟 竟然把第二片餅給我 疊起來 不要疊餅 把你的餅肩並肩就好了 好不好 不知道各位笑這麼開心是怎樣 我問那個弟弟 你為什麼要疊餅 弟弟很天真無邪的回答我 因為爸爸媽媽晚上都睡 上下鋪 哎呀這什麼好笑的 爸爸是臉長 媽媽是士官長 他們在圈中都是這樣睡 真是的 來啦 那我們呢 都準備好了的話 通行的同學 一定會很後悔 因為今天改變 一定要先站起來 才能改 這樣改走 又漂亮 好 所以同學起立 起立之後 馬上開始 一半 還有一半